啊,这个嘛,说来话长了,我曾有过相似的经历,来自于童年时期我的寄宿家庭,我是个孤儿,收养我的人是非常有爱心的一对夫妻,我有一大堆兄弟姐妹,大家关系都很好,爸爸妈妈会把长大的孩子交给条件更好的家庭单独抚养,又会去收养新的孤儿。 真是无可挑剔的父母啊,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。 然后呢? 后来我才知道,我们都只不过是父母饲养的牲畜罢了,养大了就放到市场上去卖,卖掉的孩子就会离开,谁也不知道会遭遇什么,卖不掉的孩子就会被处理。 你们知道吗?我一度认为自己非常幸福,我的好朋友,兄弟姐妹们,和我一样都这么想。 我并不是第一个触及真相的人,在我之前的那些孩子,无一例外,都被处理掉了。 他们的结局,和父母对我们的微笑重叠在一起的画面,是那么的讽刺。 啊,他们都创造了幻象,利用谎言满足私欲,还不惜动用残忍的手段。 却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做法会彻底毁掉一个人,或者说,可能压根就不在乎吧。 但是我很在乎。所以,最后我杀了他们,放走了所有孩子,然后被宣判有罪,来到了梅罗比德堡。 啊…… 哼,行为太过激了。我那时十几岁,被最为信赖的人欺骗,也并不信任那些更好的解决方法。 被怀疑与无从释放的愤怒推着往前,通向了罪有应得的结局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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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